一例休6月就要结束辅导期了 依旧是民怨不对 而民进党21位立委常在之前提出修法要放宽工时限制 就被指一是为了选票向资方靠拢 提案年署之一的立委徐志杰出面澄清 他表示说中小企业大力的反弹 劳工的生活会更困难 所以不得不休 甚至利用LINE来送出5000多封的讯息 立刻就获得了1000多位民众表示支持 他也坦言当初修法理想跑太快 执政党要有勇气来免得 我们不是反资方 我们是支持劳之双眼 一例休上路不到半年 各界骂身四起 如今民进党21名立委 共同提案联署要修正劳基法 遭质疑向资方靠拢 联署成员之一的立委许志杰也出面澄清 我们的劳工变成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很多劳工因为一例一休之后 他们反而领不到加班费 中南部民众大力反弹 立委也坦言当初修法是理想跑太快 劳工看得到吃不到 甚至秀出来强调提出修法构想后 送出了5000多封讯息 就1000多人表示支持 可见修法势在必行 那执政党当然我们之前修过的 我想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 关于我们修法 其实不是说前面的法修的不好 是跑太快 那跑太快的时候 现在的社会没有办法完全接受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调整步法 既然是二法嘛 该修就要修 就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 他还是能够作为的一个换款 原因就是说 他每个月不得超过54小时 那几乎是等于是没有增加 企业期待放宽工时弹性 创造劳资双赢的局面 但面对企业和党内立委 深深修法的呼唤 行政院长林全表示 尊重立委的提案权利 但行政院对一立一休的看法 和立场没有任何改变 这难解的息提 立委和政院显然还在找出 最大公约数 欢迎新闻苏云宽 李佳化特为报道